我们的孩子就像天使 他们美丽的心灵像透明的水晶一样 不存在任何瑕疵 可是身为家长 当你在努力想要使自己的孩子 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时 你可曾问过自己 是否遗忘了孩子美丽的心灵 孩子美丽的心灵 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财富 可是如果没有了家长的呵护 美丽的贝累就会因为失去滋养而凋谢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 善良的情感没有在童年形成 那么无论什么时候 你也培养不出这种情感来 孩子幼小的心灵 很纯洁也很脆弱 需要父母从小精心地呵护 可有些父母会认为孩子还小 分不清是非 就常用一些哄骗的手段来对待孩子 孩子是天真的 也是认真的 我们往往会对父母所说的话深信不疑 当父母许全诺言总不对现时 孩子就会在感到失落的同时 失去对父母的信任 甚至学会骗人 不是吗 生活中很多家长 在面对孩子的苦闹束手无策时 就会采用吓唬孩子的方法 比如 宝宝不哭 再哭老妖怪就要来了 再不听话 你最害怕的大灰狼就要来抓你了 此时幼小的孩子 往往会被吓住而停止哭泣 家长只是发现这种方法有效 却很少有人会考虑这样做带来的恶劣后果 童心是幼稚且很容易受伤的 当你一把老妖怪 大灰狼等这些大人都觉得可怕的东西 施加给孩子时 就会抹杀孩子的天性 并压着孩子探索的胆量 我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 他就是这样被父母吓大的 他小时候因为父母很忙 没有时间照看他 又怕他乱跑不安全 所以经常用妖魔鬼怪吓唬他 或者告诫他社会上有很多坏人 吓得他在家里不敢出去 长大后 虽然他已经知道 父母说的那些都是假的 但小时候的恐惧感仍然挥入不去 让他对陌生人有很强的戒备心理 在陌生的环境里也很胆小 不敢探索 家长还经常用这样的哄骗手段 宝宝你乖乖的 我就给你买小火车玩 其实孩子小小的愿望 也许一个童话故事就可以满足 不见得非得有小火车 这样做既教会了孩子说谎 又打击了孩子的自尊心 所以不要欺骗孩子或者吓唬孩子 更不要向孩子许下不能兑现的诺言 孩子的问题来源于父母 当母亲看得老鼠突然惊叫时 孩子学会了惧怕 当父亲看到穿戴漂亮的人 头以羡慕的目光或称赞几句 面对肮脏的人险恶面试时 孩子学会了辨别美丑 虽说我们并没有特意向孩子讲述这些 但在言传身教中 孩子都看在了眼里 记在了心里 所以当我们发现孩子有什么不良行为时 一定要首先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 尽早发现问题并解决 以呵护孩子纯真的本性 避免让孩子养成坏的行为习惯 一天 亮亮放学后在客厅玩篮球时 不小心打到书架上一个古董花瓶 随着咚的一声 花瓶落到地板上摔碎了一大块 亮亮慌忙把碎片捡起来 用胶水把瓶子粘合在一起 小心翼翼地放回了原处 晚上亮亮妈妈在做清洁时 发现了花瓶的问题 却并没有立刻发作 只是等到吃过晚饭后才问亮亮 亮亮是不是你把花瓶打碎的 面对妈妈的问话 亮亮眨了眨眼睛说 有一只野猫从窗外跳了进来 我怎么敢也敢不走它 结果它在上窗下跳的时候 碰到了架子上的花瓶 听了亮亮的话 妈妈确定亮亮在撒谎 他们家住在一楼 她每天上班前都会把窗户关好 下班后才会再打开 她并没有揭穿亮亮的谎言 而是不动声色地说 哦 是我的错 忘记关窗户了 你先去洗漱吧 睡觉前来书房一趟 洗漱完毕后 亮亮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书房 看到亮亮来了 妈妈放下正在看的书 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三块巧克力 把其中一块递给亮亮说 这块巧克力讲给你 因为你用自己神奇的想象力 度转出了一个会开窗户的猫 以后你一定可以写出好看的侦探小说 接着 她又把第二块巧克力放到了亮亮手里 这块也是讲给你的 因为你用自己杰出的修复能力 把裂缝粘合得几乎完美无缺 不过家里的胶水是修复纸质物品的 修复花瓶不仅需要粘合力更强的胶水 还需要更高的专业技术 明天我们把花瓶拿到艺术家那里 看看他们怎样把一件工艺品修复得完整如初吧 最后母亲把第三块巧克力递给了亮亮 说 最后这块巧克力代表妈妈深深的歉意 作为你的母亲 我不应该把花瓶放在容易摔落的地方 尤其是当家里有一个热衷体育的男孩子时 希望你没有被砸到或者吓到 妈妈 我 亮亮诚恳地向妈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从此以后 亮亮再也没有撒过谎 每当她想撒谎时 三块巧克力就会浮现在她的眼前 多么睿智的妈妈呀 明知道孩子打碎了花瓶 还撒了谎 她却用自己特别的方式 给了孩子最好的教育 每一块巧克力 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妈妈对孩子浓浓的爱意 和教育的艺术 尤其是第三块巧克力 以诚恳地向孩子检讨自己 把花瓶放错地方的名义 奖励孩子 让孩子感受到妈妈对她无私的爱 这三块巧克力 不仅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还呵护了孩子纯真的内在本性 使城市做人成为伴随她一生的优秀品质 我的孩子很叛逆 我的孩子很磨蹭 我的孩子特别闹 我的孩子爱骗人 好像我们的孩子天生就问题多多 其实 如果我们能够向亮亮妈妈学习 凡事都能从自身查找原因 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孩子很多美丽的品质 然而 现实中有多少父母 能真正做到这点呢 很多父母一看到孩子做错了事 就会满腔怒火地训斥孩子 批评惩罚提罚 几乎成了我们教育孩子的家常便饭 在一味指责孩子的同时 我们也在带给孩子内心的创伤 因为惩罚只会告诉孩子做错了什么 孩子却并不清楚到底该怎样做 赞美与奖励 才会告诉孩子做对了什么 孩子会朝着父母赞美的方向 不断地努力 可见 比起外在身体的营养 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滋养 孩子纯真美丽的心灵 可谓弥足珍贵 他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 用恰当的行为和适度的关爱来细心呵护 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从提升自身做起 多从自身查找原因 用心呵护孩子美丽的心灵 时刻关注孩子心灵的变化与成长 以同理心来看待孩子 思考孩子的想法 用精神上的关爱与孩子一起经历 共同成长 如此 我们才能够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切身了解孩子的思想 在给予孩子情绪疏导的同时 有效地抚慰孩子的心灵 让我们的孩子一生健康喜乐 好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有一天 一位在大学里教授禅血的教授 来请教南隐禅师 什么是禅 南隐禅师以茶相待 他将水注入来宾的杯中 杯子满了 南隐禅师好像没有发觉 继续往杯子里注水 望着茶水一处杯来 满桌都是 教授毛有纸巾试水 并对南隐禅师说 杯子满了 茶水已经慢出来了 禅师不要再到了 南隐禅师停下来 微笑着对他说 你就像这杯子 头脑里装满了对禅的看法和想法 却来问我 如果你想让我说什么是禅 你得先把自己的杯子空出来呀 放下我们的所知所悟 放下我们的期许 才会获得真正的进步与提升 这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很重要 很多人却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总是好为人师 不论与人交往还是处理事物 都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和意志 这样看似无私助人 实际效果却是 剥夺了他人学习的机会 阻碍了他人前进的步伐 很多家长常常对孩子进行计划教育 告诉孩子 遇到人或事是不能这样而要那样 最终孩子只能按照家长所编写的人生说明书 面对一切 这种无论孩子做什么都有指导方向的做法 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格要求 因为有多少期许就有多少失望 我们对孩子的计划教育 只会让孩子缺乏开拓的勇气和创新的灵感 只会让孩子在面对新的问题 新的困难时 表现出胆怯不知所措 甚至做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高考之前 众人眼中善解人意 成绩忧郁的虚历 却把自己的母亲杀死了 这样一个好孩子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呢 为了让儿子能够考上自己期许的清华大学 母亲会随时放下工作去学校看儿子 如果她看到儿子正在打篮球 就会冲到操场上 对跟儿子一起打篮球的同学说 你们不许跟她打篮球 她是要考清华的 你们干扰她 让她分心 是什么动机呀 我警告你们 以后不许跟她打篮球 只要徐丽在家 电视是不会开的 电话也从来不会让她接 一旦妈妈接到徐丽同学的电话 就会不问来由的训斥对方 你找徐丽干什么 你作业完成了吗 你知不知道你打电话过来会影响徐丽学习的 妈妈的做法让徐丽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 她曾多次听到同学说 不能跟她玩 她妈妈会找我们麻烦的 在同学们异样的眼光中 徐丽越来越孤独 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这天中午 妈妈做好午饭后 在自己房间里边看电视边等徐丽回家吃饭 听到开门声 她知道徐丽回来了 正准备关电视 徐丽走了进来对她说 妈 我回来吃饭了 一看到徐丽进了自己的房间 妈妈立刻怒火中烧 关了电源后就对徐丽开始了劈头干脸的指责 吃饭就吃饭冲进我房间干什么 是不是想偷看电视啊 你看看 叫你这样怎么考清华 我看你是没希望了 我这辈子也指望不上你了 你要是有出息了 全世界的人就都有出息了 面对妈妈一连串的数落 徐丽根本插不上话 妈妈的每一句话都刺激着徐丽的神经 她被彻底的激怒了 原本压抑在心中来自于高考的压力 学校和老师的期待 以及她已经无法忍受的同学的鄙视与疏远 都在妈妈的训斥中演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怒火 徐丽如一头咆哮的狮子般爆发了 她冲出家门 拿起邻居放在门口的榔头 不由分说地冲进家中砸死了妈妈 之后又慌乱地用一个澡盆把妈妈放在床底下 惊慌失措地跑到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中 魂不熟失地她一遍遍地问着自己 我杀害了我妈妈 是真的 还是在做梦 爱有时也会是一种伤害 有的人嘴上说爱孩子 但是做的事情却是在害孩子 消耗孩子的能量 徐丽的妈妈就是这样 她对徐丽过多的期许 不仅害了自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也彻底毁了徐丽原本充满希望的人生 这个深刻的教训 时刻提醒着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 我们要做的不是阅阻带跑 替孩子判断选择 而是放下期许 把精力的机会留给孩子 让孩子在精力中实证所知 自行判断对错 真别真伪 也只有如此 孩子才会真正学到面对世界的技巧 才会看到自身的不足并加以修正 很多时候 原本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当被我们赋予特殊的意义之后 我们的期许就会增大 而当事情失败的时候 我们也就会承受巨大的失望 比如孩子考试考了100分 我们就会想下次也考100分 再下次也考100分 这样孩子将来肯定会考上好大学 会取得好的成就 孩子是一个气球 期许就是一个充气筒 我们不断向气球中充气 孩子也在承受着不断变大的压力 伴随着期许的不断变大 我们渐渐失去了最开始的那份清醒 变得不理智 不理智的行为 肯定会带来令人无比失望的结果 最终在气球爆破的那一刻 我们才发现 是我们不正确的爱害了孩子 人其实很简单 孩子的成长本应是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的过程 然而父母的期许却带给孩子过大的心理压力 是孩子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孩子问题的根源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孩子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让父母看到 需要提升和改变的地方 所以说真正的爱孩子是一种修行 是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幸福而修正自己 改变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期许多些思考 能够从孩子的表现中发现自己的问题 最大程度的修正自我 就能够真正提升我们和孩子的能量 这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应该完成的真正的学习 好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通常大多数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 会有以下两种 自己不曾做到的 希望孩子能够做到 自己不曾拥有的 希望子女能够拥有 我们总希望青出于蓝而生于蓝 总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敢救人 这就是父母的执着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执着 才会觉得孩子不能让自己完全满意 为此我们会觉得 教育孩子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总是在为如何教育孩子而发愁 在众多的教育理论与庞杂的教育方法面前 家长往往教苦不迭 不知所措 其实教育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论与方法 我们只要秉承着一个原则 就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这个原则就是 无条件的爱 每一位父母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爱到最后却发现 孩子现在跟我们说话都是直言偏语 和朋友说话时 却会关起房门热聊很久 为此我们很嫉妒 我们很不解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殊不知 原因都在我们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对孩子很难做到无条件的爱 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不是吗 当孩子出现你所不能容忍的状况或行为时 你是怎么做的呢 你是不是总是生气地向孩子咆哮 是不是会怒火中烧地打骂孩子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其实是孩子对我们爱的考验 如果我不够好 爸妈还会爱我吗 如果成绩不好 爸妈还会爱我吗 如果我任性不听话 爸妈会不会爱我呢 如果我犯了错误 爸妈还会喜欢我吗 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说 只要健康就好 稍大一些的时候 我们会说 快乐就好 可是孩子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们似乎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会把一大堆要求放在孩子面前 你必须听话 必须专心听讲 必须按时完成作业 必须取得好成绩 如果孩子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指责与训斥 全然不见了曾经的满足与爱意 我们爱的方式会告诉孩子 必须考第一才是我们的好孩子 当然 每一次考试都会有最后一名 可最后一名绝不是我们的孩子 别人的孩子可以垫底 我们的孩子不可以 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 我们希望孩子听我们的话 希望孩子的所作所为令我们满意 认为这才是孝顺的孩子 每每孩子让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生气地训斥孩子 你再哭 再哭妈妈就不要你了 你怎么把家里弄得这么乱 赶紧收拾一下 要不妈妈不爱你了 好好吃饭不准乱说话 否则明天就不带你去游乐园了 乖乖写作业去 不听话的话妈妈就不疼你呢 你是否知道 这样的群话在孩子看来就是 爸爸妈妈并不会无缘无故地爱我 哪怕我本身并不乐意 都必须让他们满意 我的行为必须合乎他们的要求 他们才会爱我 下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然然最近总是隔三差五的肚子疼 妈妈带她去医院几次总也查不出毛病 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这天妈妈在整理然然房间的时候 在她的本子上发现了一段话 我不想去上学 所以就假装肚子疼 这样就不用去上学了 然然为什么要假装肚子疼呢 这不是害妈妈担心吗 把然然从学校接回来之后 妈妈并没有对她发火 而是温和地说出了自己的发现 并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只是想帮她收拾一下房间 然然接受了妈妈的道歉 之后妈妈问然然 然然你能不能告诉妈妈 你为什么不想上学 还假装肚子疼呢 然然咬了咬嘴唇 抬起眼睛望着妈妈说 因为自从我上学后 妈妈就病了 我发现是每天的功课 害得妈妈不再爱我了 不过那次我突然间肚子疼时 又感受到了妈妈的疼爱 所以我就会假装肚子疼了 听了然然的话 妈妈心中猛然一惊 但让她想起了最近 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 因为刚上小学 面对孩子做作业时的 拖拉和贪玩 她往往会克制不住地生气 还不停地责备孩子 没想到这让孩子认为 是功课导致妈妈不爱她了 怪不得最近然然经常会问她说 妈妈不管我写不写功课 你都会爱我吗 妈妈终于明白 是自己不正确地对待 误导了孩子 于是她为自己之前的 不当做法向孩子道歉 并告诉她 不管然然做不做功课 妈妈永远爱你 不过既然上了学 我们就要好好地做功课 因为只有把功课做好了 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才会懂得更多 获得更多的快乐呀 听了妈妈的话 然然知道了妈妈会永远爱自己 并答应妈妈每天会好好地做功课 之后然然再也没有装过肚子疼 反而越来越喜欢上学了 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懂得 从孩子的问题中发现自己的问题 修正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 要知道 有条件的爱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有害无益 非但不能让孩子积极上进 反而会让孩子产生严重的畏惧心理 自信全会 无所适从 她会不敢再去尝试自己 无法让家长满意的行为 进而产生厌血 自闭等不良情绪 严重影响今后的生活 即使有些孩子可以做到让家长满意 他们的心中也会因为特别地害怕失去爱 会在有意无意中为了迎合别人 而伪装自己或欺骗别人 长此以往 就会形成浓厚的虚荣心 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没有哪一个孩子不渴望获得 父母永恒不变的无条件的爱 可是身为父母的我们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却经常会有条件地施予我们的爱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会给孩子带来极为深远的隐性伤害 会把我们的孩子带进一个功利的世界 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父母费尽心思所要完成的事业 都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到的 这个换的过程就是父母觉悟的过程 从孩子的生活状况中反观自己 动见自己的生命可以提升和进步的地方 用自己的付出和行动 来改变和改善自己不想要的结果 这样的换是值得的 是有意义的 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 得到最好的教育 甚至有的父母会对孩子说 只要你把书念好了 家里的其他事情都不用做 在很多父母看来 孩子的任务就是读书 得了第一名就是好孩子 最后一名就一定不是好孩子 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 即使你真的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孩子 但长大后的他只会追求优秀 会拥有条件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 包括自己的父母 甚至会评判父母的条件好不好 方言社会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有成就的优秀孩子 到最后却会瞧不起自己的父母 认为自己的父母不够体面 羞于带父母出场 试问 我们拥有条件的爱来培养孩子 到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孩子也一样会拥有条件的眼光来审视我们 身为父母 我们也是从孩子一步步成长为成人的 每一个孩子都有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没有哪一个孩子会拒绝成功的快乐 更不会有哪个孩子会天生恶习缠身 所以请不要把对孩子的爱做伪教育孩子的筹码 不管孩子的成绩是好是差 都要经常告诉孩子 你考第一名是我的孩子 考第二名也是我的孩子 哪怕你考了最后一名 妈妈也一样爱你 只要让爸爸妈妈看见你认真负责的努力就可以了 当然 孩子的成功与成才 是我们每一个父母最美好的愿望 但如果你总是给予孩子有条件的爱 那你就只能离这个愿望越来越远 要想真正实现这个愿望 就应该正确地对待孩子 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 教育孩子学会付出爱 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 感激别人的付出 在帮助照顾别人的同时 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然而很多家长很不注重培养孩子的承担精神 总觉得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会违背一切为了分数的最高纲领 可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需要德才兼备的有知情年 一个高分低能者 一个只有分数却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没有爱心的人 无论他拥有多少闪亮的文凭 也难以在社会中找寻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因此作为家长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读书学习是一辈子的过程 并不仅仅是指那段短暂的求学过程 真正的学习是在生活中 比如孩子的带人接物 在家里他是否会帮忙做家务 如果看到我们手上提着很重的袋子 他会不会帮我们接过去 如果他看到我们口渴 会不会主动倒杯水给我们 能做到这些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 日常的学习成绩 只是孩子对知识掌握的一种反应 关键的成长在平常的生活与经历中 爱是不大条件的 真正的爱不是创立亲情的对立 而是培养孩子完善的人格 是对父母自身的一种修正 让我们用无条件的爱 为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成长空间 让孩子在自由地成长 与亲身的经历中学会感恩 懂得包容 成长为一个善良 且有爱心的人 好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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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 你 re 感谢观看